李砸 字幕 claim listening 嗚嗚嗚膽 喂 阿媽 jadi孫仔 什麼事阿媽 niye遲早遭遇又去哪 今日考닉 Notre Dame donc iyi ju пит抽 Tar propos 早就已經解凌了阿媽 試試看後meter should i go 请 col saying to day 神靈了媽媽 那有位了嗎 有了媽 那你吃了早餐了嗎 對呀 忘了吃了 整天都沒有記性 那對不起 收音機做了做了 好吧 不說了 拜拜 每個人經歷神靈的時候 都會配備自己特有的收音機 正所謂公辱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如果你帶一部好的收音機入場 是絕對會被你的對手聲聲傷色 師兄 三模特兒 是呀 TN739 3A電池一粒 後備電池一粒 後座釋引擎天線 配備遠距離接收功能 相當方便 新的就新了 不過這麼細部你也不值得了 Itenery 愛聽者 革命性全太空金屬外殼 輕身得來方便攜帶 另外配備500米潛水功能 方便又喜歡潛水又喜歡聽收音機的人 講到妖的功能了 廠商在收音方面決定採用 開心share speed card 播放器 而且配備特別加長三段式伸縮天線 如果頂點位置再加上 這支中華牌2B原筆不深 用原份子的牽引力無限量增強 無線電波所產生出來的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就可以完全阻擋大氣電波所產生出來的任何訊息 蛤?那連你都聽不到? 是啊! 摸你啊! 這次又去特別室了! 收音機這些旁門左道是沒用的 考試講的是靠實力 話就這樣說而已 當年我就是被一個愛聽者 就這樣炸在特別室 幸好有個特別室 起碼都叫做 傻啦! 這次戰爭並不現狀 遙迪的戰爭是不會這麼快就完結的 喂手竹 你前面的女孩好像挺好看的 不要再說了 我已經硬了頸部了 蛤?那要罰她才行 我打算用廁所打一袋老婆的了 咦?不是 這些女孩就有對蝦子出來擺味引人 我無論如何都會去罵兩句 欸手竹 那你又太偏激了 人家也想利用你 那又好像沒吃虧的 正常有賺 如果你認為這些蝦子仍然觸覺的妖亂軍心角色 實在太天真了 現今發明了一種目前最具殺傷力的妖敵武器 美女穿蝦子在這裏的情人影片大包都得理看 真正可怕的是一眾向來嬌生怪養得來 有風衣觸食的藥質淚流 喂!不要看啊! 為什麼? 我會看黑白色有什麼? 不要啊!總之不要看啊! 小巧!我理得你啊! 什麼? 搞什麼? 當初以為忍著員不看就沒事了 但去過那種快到忍著員不看的心情實在太引引入性了 無此! 咦!在考試的關頭我對眼應該是專心對著份卷的 我決定不會再偷偷去虧望你了 不是啊你!我不會看你的!我忍不住的!我死都不看的了! 喂呀!你幹什麼啊! 這些千奇八卓的武器實在太過害人不淺了 但在妖敵戰爭裡面 真正有能力的敵人是不用靠武器 最可怕的其實是心理戰 考完試我們都喜歡跟同學討論一些題目 但總會有一小部分熱愛分享的人 如果有人喜歡在考場外大聲說一些答案出來 讓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做錯了份卷 喂!你知不知道2B那條用PART A計算的? 蛤?我不知道啊! 喏!你把第二條PART A到PART B就很容易做到的了 但第三條呢你用SYBETA齊翻式才能解答的 唉!不爭就告訴第四條你聽了 那個BETA完全沒用的! 當你真的覺得自己錯了的時候 我會補回一句 對!不過其實我也未必對的 快人! 到位了! 真的知道錯不是最慘 最慘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錯 不過這些可怕的妖敵特工背後 是有更大的陰謀 說出來不是單單為了讓我 你知道自己做錯了份卷 而沒有心機下下一份 而是順便爭取機會認 喂!剛才我講的那些明白嗎? 噢!我想我明白的 其實你也是厲害的 因為大部分都不會做的 噢!但...但你現在說出來有什麼用的? 什麼錯了可以過得回的嗎? 噢!是不是知錯能改呢? 噢!你好厲害! 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 怎麼猜到你這樣都能認得厲害 我回想到原來投資考試的時候 我已經更可服 在考試出檢的時候 總會聽到幾條冷淡 為了表達他們 看到份卷的那種容易度和激昂的信心 就不斷發出一些相當挑釁性 YES!YES!YES!的座語詞 曉發你就發了 雖然他們知道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了得到那種其他人覺得你很厲害 和為什麼你YES我YES不到的莫大虛榮感 但是理性的一面又要控制著自己 不可以讓人感覺到他們在曬命的心態 所以你會發覺他們的YES是不會太過衝擊 觸覺讓你知道得來 但是又有一點點修煉的 错了 一邊YES一邊在如果心底的我子 狂又惹的回旋處不斷發交 YUME,他可以開始 Coupl coule吧! 如果你真的挺抽的話 收到成奇單的時候 大綵環包的時間給你你喔 要不限於考試為了得到 稍後的虛榮感而煩得嗎 錯了吧 他們就是明白到一張成奇單 根本就沒可能要猝到你 你會不會上�도給他們看看 來校成呢? 多酒anki 只剩3.5而已 咦?你們呢? 喂呀!你還問? 不過他們做這麼多事又不怪他們 年輕人在這個歲數是相當迷失的了 所以他們決定用另一個方法尋找自己 大家都應該看過每年的公開試 都總會有一群聰明女貼自己的包包出來 個個都說他們貪玩又沒腦 其實他們知道那張標籤就是代表了他們整個人身的價錢 迷失的他們這樣做 莫非都是尋找自己在社會上的價值 自己一個資格是不夠的 那個鬼氣貼上Facebook 讓所有貧貝都可以對他們在社會上的價值 作出認同和肯定 讓自己不用再被人欺負 他們知道這樣就是會坐牢 但是你寧願坐牢被人欺負 其實剛才說的都是讓你們可以在考試前笑一下 敢認真的 我想在考試前就給你們一點鼓勵吧 就是身為一個過來人 我不知道你們Mrs.s.s有沒有跟你們說過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這兩個字很有用的 加油 說笑而已 其實在我考試的時候我Mrs.s.s跟我講過一個道理 我是一直都記得的 在考試之前就要想到 啊 差不多就會世界每日了 但考完之後就任由他了 考不到又不會世界每日的 所以加油了 好 好 好 即使逐一級光音上鎖 都謹記當中 See you soon!